今天的AT股推介,建议大家留意友邦1299 中央释放维稳的信号,中港股市出现报复式弹弹 恒指重上二万关,选股方面 优先关注具有前景或业绩向好的股份,其中看好友邦 友邦业务持续服输,安估的汇率计算 去年的新业务价值上升1成8,33亿7千万美元 好过市场预期,新业务价值利润率上升6.3%至59.3% 接近2019年疫情前大约62.9%的水平 意味着新保单的利润封口 期内盈利是录得74亿美元,增加28亿 公司公布计划未来三年会回购高达100亿美元的股份 走势上,友邦在波动试放下,尝试回补3月4日下跌裂口 虽然未能成功,但年日来企稳在70元关 另外友邦作为重磅难酬,占行指的权重大约8.6% 相信将会率先受惠港股回稳的股份之一 加上最快会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回购计划 亦有望提供正面催化 预料友邦有力保回这个列口 建议73元附近收集,反弹目标先看90元 大线在友邦公布业绩后,吸入目标价平均是108.5元 跌穿70元就适应减持 ora 偈大线在ела 三年 窑 大线在 旨作成 闪 大线 Federal 大线在